大家都知道顶得 寒冬六中全会算是召开了 那么习胖要搞一个 中共百年的三段论 本质上呢 他是要否定邓小平 听起来好像还是 政治路线斗争 就如同杨成祖先生写过的 中国改革连带的政治斗争一样 但实际上关乎每一个中国人 有些人还说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 咱即便关起门来又怎么样呢 他们在强调 他们自己 有很多可以独立的东西 但是不是能独立呢 那是告诉我们 很难 因为你能关起门来自己玩 你就不需要改革开放 1978年 我们知道 开始改革了 开始开放了 实际上73年 周恩来就主持过 对外国技术的引进 80年代的经济腾飞 主要是70年代打下的基础 因为这些成套引进的项目 已经投产了 78年之前 中国社会正在分化和裂变 前面 30年的改革 给他一遭推翻 推翻以后 中国会进入什么样的时代呢 我们看看 60年代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可以说全国上下 过得都挺苦 为什么今天的人不说呢 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想回忆 男人瘦的皮包骨 有点像今天的朝鲜 全国就有一个胖子 女人饿到极端 一个馒头 就能诱见一个女人 莫言在 他的小说里 风乳肥腾 完整的描述了 这些故事 很多人说 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是一个文学家 他是一个解放军的文艺工作者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他用他的笔 记录了中国过往的不堪 如果说他写的东西是文学作品 原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那咱们能看看新华社高级记者 杨森祖的文章吗 他告诉大家 一个封闭的中国 干部也是有特权的 甚至仅仅是个小队长 他就能拿杂粮 去勾引村里的妇女 基层干部不仅能吃饱 而且还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那在上面 更上层呢 可想而知 如果回到那个时代 我们还能像今天这样吗 大家还能坐而论道吗 杨先生 写过一些书籍文章 有一些人生的感言 他说当你走进一个陌生的国家 如果你发现所有的新闻媒体 都用同一种声音说话 你就应该知道 这个国家的精英 一定在监狱你 如果一个国家 国民都胆小怕事 像猪一样的活着 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 就一定以屠夫的身份 在管理这个国家 今天的中国 就是一个警察国家 下面 他要回到旧的时代 很多人把他称为火红的年代 那个年代真的有那么好吗 他有没有公平 有没有特权 有没有人剥削人 大家各执一次 但是很快在中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这样说 今天有很多人在呼唤 让大家能够站出来 让大家能够站出来说话 即便是小青年也找到了 电丸 这个方式 不反政府啊 它可以 仅仅是 以聚集在一起 直播一个 总决赛 以这种方式 来挑战 政府的权利 最后我们看到 武汉的这几个组织者 被拘留了 更多的人 愿意站出来呼喊 但是他们的声音很轻 中国历史上不缺乏这些 呼吁人们站起来的人 譬如说我们知道的马相伯 很多人知道 他创办了震旦工学 其实他也创办了复旦大学 一直到死 他说他教了一百年 但是没有把中国唤醒 直到今天还有人叫苏 说民众呢 没有拼命争取的勇气和精神 什么都不会改变 说真话 说实话 去用性命来博弈一个明天的人 好处都让那些贪生罢死的人得了 即便是这样 还是有人会站出来说话 其实为 这个国家考虑到未来的人 基本上得不到共鸣 很多人甚至非常天真 认为一个斩首 就能解决中国问题 问题是谁来斩呢 我们最经常见到的 是西方国家不参与 人家可以明确的说 不卷入战争 但是保留 决定自己行动的权利 这是什么 唯一色 中国人要的不是唯一色 是真的有人在帮我们 问题是有人帮你吗 帮你能得到什么 如果你得不到的话 如果你什么也得不到的话 还是有人愿意去做 我相信这些人 才是真的为中国好 为这个民族去考量 他们可能不太会说话 他们的生意很轻 但请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能度过这个 变革的时代 你回过头来想一想 这些人做的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价值 因为今天的中国 真的很需要人说话 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